最近小编在拜访实况主实况的时候 发现不少观众用欧洲小编来称呼 虽然听起来心里面好像觉得不错 不过小编毕竟不是惊奇四朝人可以用飞的 去欧洲也是跟大家一样 要先买机票才能去一趟 在实况开台的背后 其实我做了一些事情 只是在萤幕面前的各位不知道而已 又或者说是 欧洲其实是一种被夸赞 甚至是包装出来的一种情境 小编在实况前究竟做了哪些准备呢 在正式进入主题之前 如果想要获得最新最全面的天堂M情报分析 还没有订阅大补帖的朋友 现在可以手速按下右下角的订阅 还有旁边的小铃铛 最新上架影片就会通知你 欧洲这么漂亮 每个人都想去 在现实生活里面 你可以存钱去买机票 也可以选择用补助的方式去 就看你想要自己快速达成还是要慢慢来 小编的欧洲史当然也是一样 但没有一件事不是累积而来的 首先说我的第一个红娃 也就是吸血鬼 吸血鬼的诞生是在枪手推出之后 做了一个决心 把娃娃卡全部合成绿色以后 放在卡库里面不使用 从去年11月开放枪手之后 一直累积到今年年初 大约三个月的时间 起初在合成的时候 成功机率其实并不好 但是在最后一次的合成里面 成功的打下红闪电 吸血鬼就这样诞生了 其他的合成成功过程里面 还包括有妈祖 Gamma Coupon 2等等的活动 甚至日版的开服限定商品 里面有20张的高级抽卡 我在这边也获得了 克特还有巫妖娃娃 在这些看似欧洲的事情里面 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 台版的欧洲司机时间间隔比较久 而日服开服到现在 才短短三个月就已经变身 娃娃双红 台服日服韩服全部都已经获得了红变 很多玩家会呈现说欧洲小编 但是这三者的达成速度 其实是有很明显的差异的 没错 因为日版的商品设计内容 比较符合我的胃口 而且比较少有日服的商品介绍内容 在这个情况下 小编就投资比较多的这个比例 在日服上面 也因为这个关系 加快了成功拿到红变红瓦的这个速度 说到这里你应该明白了什么了吧 是的 眼前所看到的欧洲 其实部分是花钱投资来的 也就是上面所说的买机票 不过几率就像买机票之后 还得抢到座位一样 运气确实也占了一定的成分 这一点小编当然也不否认啊 那花了这些钱 多开一点实况就能赚得回来 妈 想得没啊 小编也是一般老百姓 有自己的生活 家庭 还有照顾 自己没吃饱 不打紧 但是总不可能把譬如保险 小孩家庭等等的费用 都拿来砸游戏吧 所以我简单算了一下 如果以最近几个月在游戏上面的支出 那跟上班族无课玩家比起来的话 我大概必须要月入五六到六万才有可能打平 而且这还只是打平而已 以经济上来说这算是一个风险 虽然说这个游戏不一定要课金 但是要让大家有精彩的桥段可以看 又或者说是减精华 该投入的也是要投入 小编会继续的努力做更多更有价值的影片给大家 也请大家来多多支持啦 那我们总结一下前面所说的 在天堂M里面要有欧洲事迹 必须要投入两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是耐心 第二是金钱 耐心的成分越高 在前往欧洲的路上可以帮你省下不少的开销 而砸钱虽然可以帮你快速的达成梦想 但是如果比例占的太重 可能会适得其反 基地性质的游戏就像赌博 特别是在台版没有任何的保底机制情况下 更是如此 小编只能算是奈米克玩家花不起什么大钱 不过能够提供给玩家们的资讯 在大布帖网站 影片或者是实况里面都会一一的告诉大家 虽然你们可能没有到过欧洲 但是我能做的就是去买一张机票 去一趟 并且跟你们分享欧洲长什么样子 大概就是这个概念吧 实况背后 总有一些你看不见的努力 虽然投入的不一定是钱 有可能是跟观众培养情感 有可能是分享游戏的经验 但不论是哪一种方式 都得投入相当多的时间 甚至牺牲跟家人朋友聚会的开销 呃不是 我是说机会 总而言之 天底下没有白吃的午餐 也没有永远的欧洲人 没有努力 何来精彩 对吧 这个影片就跟大家分享到这边 希望小编的分享能对大家有所帮助 喜欢的朋友离开前也别忘了按下订阅和小铃铛 开启追踪 感谢大家收看 我们下次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